二十五歲是最美好的年紀 在一個伴熟的階段 每一天都有想要突破的事情 突破應該是做一些 讓自己很沒有安全感的事情吧 但是即使成果失敗了 也會覺得隨敗有容的感覺 二十五歲是最美好的年紀 在一個伴熟的階段 每一天都有想要突破的事情 突破應該是做一些 讓自己很沒有安全感的事情吧 但是即使成果失敗了 也會覺得隨敗有容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把那些不可能的事情都變可能了 其實每一次面對鏡頭的時候 都覺得心臟跳很快很快很快 好像體驗到自己心跳聲的那種感覺 可是當action的時候 就會想要把那個心跳的聲音給放下 我覺得電影就是一個早夢吧 好像跟這世界上的某一個不存在的人 做著一個很神奇的連結 我很珍惜那樣子的連結 2023 第25屆台北電影節 我是影展大使 王靖 2023 第4位 2123 reach チー 218 克運 2023 4 破地 21wen 212 時呜 214 例えば 2022 朝臺